在我14岁的时候呢 我爸爸他带我去一个饭店 他把一个小盒子放在我的面前 他跟我说在爱情的方面 他想保护我 所以这个戒指就是代表春节 我要在结婚前 报受春节的身体 从我14岁到现在 我每天都戴上这个戒指 以至于我们的那个约定 我来中国的时候16岁了 我是和父母一起来到中国 然后我们来这边做慈善 我特别喜欢孩子 特别喜欢照顾他们的 在我17岁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我那时候在中国做繁衣 然后我是帮我朋友找房子 当时我就找到了一个中介 然后我们找到了之后 跟他签合同 过一段时间就是偶尔联系 还是保持朋友的关系 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 路过他那边了 他看见我了 他就说要不要送我 我当时是要去买东西 然后我当时觉得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就跟他去 在会驾的路上呢 他好像走投方向了 我说这应该不对了 这条路我不认识 所以我当时感觉有点慌了 然后他突然停了 在一个船里里边 然后就把车的门锁上了 我会到家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家人 我当时也不想看他们手上 所以我就直接去我的房间躺着 我躺着很长时间 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家人确实挺关心我的 他们是经常会上来 问我怎么样 但是我一直说不出口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和爸爸的这个约定 因为这个约定不是代表 春节的身体吗 但我现在已经不在春节了 我每次看到我节肢呢 就会感觉挺扎心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原谅自己 怎么去面对我自己 我当时很恨我自己 然后我感觉没有男人会要我的 感觉自己挺脏的 特别愤怒 我每天相信那些事情的时候 就像让他住我脑子一样 每一天他都在这 我每一天都会想起 所以就像他每一天都伤害我 感觉不知道怎么能原谅他 为什么上离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不是爱我吗 他为什么没有抱过我 心里太难受了 要死了的感觉 有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山上 就是找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那山上的时候 我就会把所有的心疼 所有的痛苦就喊出来 喊完了之后 我还是感觉心里更舒服一些 我爸爸有时候在我面前跟我说 你还是挺优秀的 你还是挺完美的 你没有不知的别人爱你 就跟我说一些按委员的话 支持我 妈妈也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经常陪我祷告 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我原谅他 虽然我当时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原谅他 原谅一个伤害你的人 也挺不容易的对吧 当时我就经常唱一些 让我好受一点的歌曲 把所有的痛苦唱出来 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突然就感觉心里很温暖 就像山崽告诉我 我全然没力 好过瑕疵 虽然没有人在我身边 我就感觉有一人在抱抱我 You're beautiful to me You're beautiful to me You're beautiful to me So beautiful to me 慢慢的我就变了 慢慢的我就变了 我相亲出来 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个不是我的错 虽然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 但是我的春节没有被夺走 我的春节住在我的心里 We're broken 我经常会秋生地 抹去我之前的这个伤魂 很神奇的是 后来伤魏 把一些同样 遭遇的女孩 放在我的前边 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些事 所以我能更理解他们 因为这件事 我可以走近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扁的弓箭墙 我扁的弓箭墙 Remove addictions Lust and Lies We surrender all to You Take us Lord and make us pure Jesus Jesus Uu 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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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信我吧 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哦 Uuuu